慈祭四大之夜同仁把握三天的时间 在花莲参与法卖宗文宁 有511位学员 精进共修发行立愿 直至合一 法入心 法入行 而今年5月的水患是重创了欧洲巴尔干半岛 波士尼亚有四成民众受灾 八国慈祭之工 跨越四个国家前往发放 这一上人在今天之工早报上开始说 慈祭人不怕辛苦 而旧地取材投入后也充满感恩 也唯有爱才能够让世界相合 今年5月巴尔干半岛遭遇世纪水患 波士尼亚四成民众受灾 来自八个国家的慈祭人 跨越八百多公里前往物资发放 志工以爱关怀 让不同族群 宗教的居民 消弭仇恨 相互扶持 Thank you 发放的过程也都很感人 这都是就地 他们就地取材 开始人不怕辛苦 投入了以后 他们在分享的时候 那样的充满感恩 那样的体会 唯有爱才有办法 让整个世界相合 彼此感恩凝聚共事 2014年职业体同仁 精进共修汇聚花莲 透过课程交流汲取伐水智慧 发行立愿传承禁私 法卖弘扬扬慈祭宗门 在工作岗位中发挥专业 也实践志工精神 付出虽然是真辛苦 不过心有所得 这叫做不说苦要说福 幸福 虽然是真辛苦 不过有机会去付出 付出之后那份的体会 真的是有好人那样的翻识 不说苦说幸福 营队期间各制业体 也准备点心小菜 大家一起亲手制作 合合互协 展现慈祭一家亲的温馨 戴爱新闻江信姓邓明仪 华联报导